時間三十分鐘 經濟部長,是吧,還有哪位 法務部長 廖委員好 院長喔 院長,你現在擔任什麼職務 行政院院長 對嘛,你行政院長,聲音大一點嘛 我們四百公尺,一千六百公尺比賽的時候接力賽 通常最棒的,最強的是安排在哪一棒 通常是最後一棒吧 最後一棒 我們演唱會,壓軸最棒的是誰 最大咖的歌星嘛,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你也應該是馬英九任內裡面 最後一棒,最棒的一個院長是不是 謝謝委員的期免 要有信心嘛 我都看好你,你自己要有信心嘛 好不好 好,再過來 請看看一下,這個什麼顏色 院長 這個是報上最近 最瘋狂的選擇題 媒體站很紅啦 就是顏色的識別 有時候是跟那個 這是一個認知心理學長的問題 不然你就跟我講什麼顏色就好 你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黑的跟藍的 你看到黑的跟藍的 你看到黑的跟藍的 那個,法務部 我也是,我也看到黑跟藍的 那個,你看到的是什麼 也是黑的跟藍的 你看到的呢,頓部長 那個黑色,黑色藍色 好 可見,你的看法 你們世衛的看法 跟全世界網路調查是不一樣 全世界網路調查 兩百三十萬的人都說是白金色 一百一十萬的人才說是藍黑色 我為什麼講這個 過來就有人講說 所以我們的內閣啊 裡面屬中無大將 你的感覺怎麼樣 並不認同 不認同,對不對 我的看法 跟你看法一樣 這個時候跟你看法一樣 你看看我們 有全球金融雜誌 11A的總裁 彭懷南先生 有英國銀行家雜誌 2015年 全球跟亞太基基 最佳的財政部長 張順和 也有我們打 亞洲杯的最棒的 金管會的主委 怎麼會鼠中 我們做大將呢 還有一個 我們支通最專業的 這個副院長在這邊啊 所以院長,我們要好好的打拼 有沒有信心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在做 現在就這樣做 好 我們也常常在講說 我們的內閣是 學者治國 那有人更諷刺都是 學者治國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的這個內閣同仁 基本上都是學有專精 而且這個專業知識都非常的豐富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看看 有幾位的離職的部會首長 哇 炮打中央 譬如潘世偉 譬如楊智良 譬如李鴻言 譬如 剛剛出來一本書的 國科會的主委 朱敬一 朱敬一寫了一本書 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跟活力 你們看了沒有 還沒有 部長看了沒有 經濟部部長看了沒 你們應該看 你看他講 哇他批評的是火力十足啊 他說我們2008年2009年 調降遺產正義稅啊 思考短路 推理迷茫 劫策草曬 官僚霸道 踐踏專業 實際錯誤 是疑惑台灣的爛政策 哇多凶悍啊 院長 他還提醒我們台灣要記住 劉兆賢 邱正雄 跟 李肅德這幾個人的大名 這個 我是覺得 從這個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院長我擔心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在宴會的時候不講話 出來的時候講話 你有沒有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有人說這個 學者 分析力很強 碰到問題 假說 已說 秉說 一大堆說 但是他的判斷力 政治力 意志力 協調力 忍耐力非常的脆弱 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不是 卸任以後啊 戰力變得很強 你有沒有感覺 院長 我是覺得 我是一直在覺得 為什麼宴會 不表達意見 但是我從鎮守稅 院長你應該在場啊 我聽說鎮守稅的時候 中央陽彭海南總裁就在宴會 一直說 情情不格啊 但是就是怎麼樣 不尊重專業啊 霸道啊 強行要通過啊 所以造成後果是 劉一如部長下台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接著 院長 總統一直在想說 我們情政 是什麼 後面是什麼字 你看看你填空一下 情政什麼 要愛民啊 情政愛民 什麼叫愛民 要有赤子之心 要我們的政策貼付民意 是不是 如果沒有辦法貼付民意 就是情政是害民啊 再糟糕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九一大選輸掉 我們沒有貼近民意啊 我們是情政害民啊 所以人人用選票來教訓我們啊 所以我在這邊 今天我很高興看到院長 為企業找機會 為年輕人找出路 我們不要高空中談 我們好好的把這些政策做出來 所以我今天的標題是 為企業找機會 為年輕人找出路 是從你的話裡面來談 要把經濟轉型 我覺得非常的正確 再過來 院長 我請問你一下 我們 準備要推動 幫大家加企業加薪 我們去年 我看總統也好 你們也好 都一直在呼籲民間企業加薪 現在效果怎麼樣 是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直在追蹤有關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企業加薪的情況 這個是可以講是我們 很重要的一個最終的指標之一 效果如果沒有講出來啊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收集到這個 還不是很完整 不過目前所收集到這個大部分 大概非常的正面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修法裡面 說什麼要用減稅的優惠 我跟院長報告 這個是最沒有能力 最下策的一個方法 去減稅 所以你看 前面一個才被 李素德被人家賣敗家部長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根據過去的紀錄 都是公務員加薪 帶動的民間企業的加薪 對不對 我們要讓大家高高興興的領錢 而不是像你們所講到的 所以我們民國90年 有加薪過一次 94年也加薪過一次 一百年也加薪過一次 差不多每四年加薪一次 況且我們有好的財政部長 七年的稅收超成了一千四百億 經濟成長率也已經達到三點七八了 事業率也降下來了 各種的條件都已經符合加薪 我的意思不是為公務員加薪 我是要全民加薪 由公務員的加薪 帶動到我們企業的加薪 這樣不是很好嗎 院長 是我們就是注意到 整個經濟的情形 事實上現在是在好轉 而且很明顯的好轉 所以我們也特別關注 就是在這種好轉的情形之下 那麼究竟我們這個受僱的這些 各行各的員工 他們的薪水有沒有提高 所以我說我們會把這個 目前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 一個在追蹤的一個指標 那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個指標基本上是 是往正向在發展 好 我們是那個人事長 是 院長已經支持了 是 我們要朝正面的方向去努力 是 我的看法是 你要了解 今天我們企業 我真的我非常非常反對 用減稅來刺激這個東西 我非常反對 我們要用正面的 譬如我們加薪 薪資所得一定增加 我們的手頭稅一定會增加 我們薪資所得增加以後 我們的消費能力一定增加 營業稅一定增加 營利事業手頭稅也就增加 周邊的產業整個的外遇效果 全部就出來了 你要從這邊這樣來才過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不是說為公園講話 我是為全民加薪講話 因為根據過激的歷史紀錄 公園調薪民間一定跟著調薪的 你知道嗎 任市長 剛才院長已經指示 要朝正面的發展 第一個先謝謝委員 對公務員的關心 第二個 有關軍工教員工 他的加薪部分 還需要透過軍工教員工 待遇審議委員會 到目前為止 我這邊跟委員報告 任市長 你不要騙我 騙別的委員還騙得到 這個是上面政策一記下去 下面就配合了 所有的資料 現在看起來 我跟你講我剛剛已經講了 是 稅收也成長了 經濟成長力也增加了 對不對 所以委員收集的資料很完整 對啊 所以條件 而且過去的幾個指標 我看了一下我們都達到了 四年左右調一支薪水也夠了 我們現在的態度是審慎客觀 好我希望院長 我希望從明年1月1號 所有的公務員都能夠調心 你可以答應嗎 幫委員這個 我們剛才已經 你不要答覆 我現在就考院長 有沒有這個院長的架勢 有沒有這個格 你還要去請示總統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在 該做決策的時候 會做決策 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之前 我們會做出這個決策來 好不好 我希望照你剛才說朝的 朝的正面的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 把要加薪百分之 我具體的建議加3% 跟過激一樣 加3% 把所有不可能的因素都把它排掉 就是要加薪 這樣一加薪了以後 所有的人就加薪 所有人加薪 全國人民都有改 好不好 我希望院長 要做一個像樣的一個樣子 院長 像一個真正有魄力的一個院長 讓全民喜歡的一個院長 好不好 是 我們在做年度預算 之前我們會做這個決策 再過來 我聽到你說要為年輕人找出路 我覺得很好 我們馬雲 當初起來 我看過他寫了一本書 他說要讓用望遠鏡 也找不到他的對手 我那時候想說 這個年輕人怎麼這麼光 沒有想到真的給他成功了 尤其他到台灣來演講的時候 他說 還沒有輪到你 尤其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台灣再也看不到有一個年輕人出來了 院長 剛剛公布的富士比台灣的前三大的最富有的人是誰 我沒有注意 你沒有注意看 第一名 蔡淵明 第二名 郭台銘 第三名 紅太集團的李玉玲 沒有一個年輕人 所以馬雲說要來投資100億的創投資金 來幫我們年輕人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幾個角度看問題 第一個我是覺得這個是代表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 事實上是值得爭取的對象 那但是第二點呢 我覺得說 事實上我們 我們自己也認為我們台灣的年輕人有潛力 所以我們要早一點為他們做好有關他創業等等這些創意創新的這種發展的這種好環境 所以可以講就是說 這個在我之前行政院已經在這方面努力 那我接手之後 尤其在這方面呢就是說把它加大力道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在國發會的努力之下 我們在今年的一月份 事實上我們也在整合我們這個政府跟民間甚至於國際的資金 我們目前大概已經籌到已經是100多億 這個案子已經確定 然後另外還有案子也在繼續籌集 所以我想 容我講最後一句話 就是說 基本上我會這樣講 這個 我們創造這樣的環境 我們最主要是要 特別是要跟委員報告一點的 我們認為我們台灣 這個 留在台灣創業創新 事實上我們台灣有優勢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留在台灣 在我們的創造環境之下 來做他的創業 工作業要成功還有很多的環節 那台灣在現在這些地方 有他的優勢 我們現在就希望把這個優勢發揮出來 這一點我要糾正 我在外面碰到的都來找我 唱投的 哇 缺少資金 不是你所想這樣的 像究客 現在人士長 你們在陪的究客 現在就是缺乏資金呢 所以院長 所以我今天要指證的就是說 你的國發會 剛才你所講的 並不是這個十億的天使基金 你們還 絕對不止 絕對不止 第二個 這個我非常贊成 第二個 你年輕人 你幫他找投入 找到工作 但是住是一個問題啊 你現在有什麼好的 對年輕人 照顧這個房價的問題 這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是 在內政部方面 他們先從兩個地方 一個一方面是說 對這個租金部分的補貼 那在我的這個 這個口頭市政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 這個內政部已經調整 他的這個額度 原來就是 一年就兩萬人 可能有三萬人要排隊 那現在呢 內政部估計就是說 每年如果只有五萬人的話 我就一次滿足五萬人 不要讓他排隊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在補貼的這個 這個這個金額方面 也按照他的收入 按照地區來做這個 針對性的一些調整 這是在這個 好 院長 我們非常支持你這樣的想法 一定要讓年輕人有助的 這個這個 這個煩惱把它解除到 所以你補這個房租 給他補貼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我 你剛才所講到 我們都支持 但是是不是我們說 好 如果你有工作 還有肯結婚 這個優先 第一優先 對不對 這樣的話 又可以將來少指化 問題又可以解決了 我想剛剛那個設計 就是讓他根本沒有排隊的需要 所以就沒有說 誰優先 誰不優先 是 好 接著 那個院長 我的選區啊 豬比人還多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開放美國的 這個砸碎進來了 我們的鄉親 強烈的抗議 我們鄉下人 農人啊 不吃牛 即使吃牛 是吃溫體牛 什麼叫溫體牛 就是台灣本土的 他才不會自己 美國進口的牛 現在我們擔心的是 美國的豬肉會不會被 一直在逼迫之下進來 我院長跟部長 我要你明確的說明 會不會 是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不會處理 美國豬肉進來的問題 不是不會處理 你要有勇氣 像以前的院長 以前的部長 如果讓美國豬肉進來 我就辭職下台 將來表示決心嘛 院長可以這樣宣示嗎 我接不讓他進來 院長不敢答啊 以前的院長答啊 我接著不會讓豬肉進來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會非常慎重處理啦 好不好 院長 像一個院長嘛 我就是 先是 我就是不讓美國豬肉進來 這點先是都做不到 我想有些情形 我們要考量 這個整個這個 國際貿易歧視 我對你這個答覆 我真的非常不滿 這完蛋了 你這樣一答覆 所以豬農 我明天就來跟你抗議 你要講我接著反對 到底 你要這樣講嘛 你怎麼可以講剛剛那個話呢 你這樣一講的話 告著天下大亂 明天豬肉的人 明天養豬的人 就來跟你抗議 這個短時間之內 不會是一個問題啦 對不對 不是 我們還是要堅持 不用怕美國啦 短時間之內絕對不是個問題 對啊 你要講清楚嘛 短時間之內絕對不讓他進來嘛 短時間之內不會是個問題 好不好 不要不要語中代中這樣讓人家為不滿 好不好 好再過來 這個 那個 陸委會主委 我們現在 M503 M503的這個行次 我真的 第一個 當我在財政委員會到大陸去的時候 我們跟他建議說 為什麼飛機不能直航 你知道那時候國台辦 王毅主任怎麼講 沒有問題啊 我們的飛機 可以繞到 你台灣的飛機可以直飛啊 沒有問題啊 我們聽到灑住了 台灣的飛機可以直飛 他的飛機你如果怕的話 他可以繞到 我們講不下去了 後來我回來問了國安部 現在國安會的秘書長高華祖 他告訴我 是因為飛行員要訓練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我還可以接受喔 那現在這個航線 我看了你的 早上跟記者媒體講說 你還不滿意 你還是要繼續往西移是不是 我們現在繼續往西移 他們的確是可能 因為已經到了他這個 幾乎是待戰區的邊緣了 所以我想第一個 我們要說清楚講明白 第一個 我們絕對肯定這次 馬總統還有陸委會你們的努力 能夠改變他3月5號要實施 已經往西移了19公里了 這個我們要給你肯定 但是院長今天又講囉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努力往西移 我想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把它本案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第一個我們要說就是說 這一個航路基本上是在上海 這個飛行情報區範圍之內的一條航路 那它跟國際民航組織也已經完成申請的手續 不過因為它太靠近海峽中線 那麼因此我們會有飛行安全 以及國安等方面這些顧慮 因此呢就要求對方要跟我們 就說來協商 那我們中間在協商過程上它一度 它就又要發布 但是我們所以表達 我們就表達很強烈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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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滿的意思 所以後來他們重新跟我們再來 再來再來協商 那麼到後來協商的結果 那麼簡單來講結論是 它願意往西移 整個移過去的這個這個路線的話 是距離我們中線 10.2海里 那這是第一個 這個盡量往西 盡量避免 影響這個太靠近中線 第二個呢 它將來如果 因為有緊急情況需要偏離航道的時候 它也只往西邊偏 往大陸那邊偏 不往我們台灣的中線這邊來偏 所以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 將來就是跨越中線 即便是民航機跨越中線的這個 可能性就已經降到最低 然後另外我覺得這一次 很大的一個可以講是一個釐清 就是 將來在這一個範圍之內 基本上是民航的航路 他們的戰機不會 它的活動範圍 戰機活動範圍不會進入這個區域 我們認為這一點 是對我們 前面那一點是對飛航安全 有幫助 後面這一點我們認為 對國安也有幫助 所以我們認為像這樣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是非常正面的一個結果 講清楚說明白 你剛才講的 這個只有民航的飛機 它的戰機絕對不可能進入這個地方 是不是 所以說我認為這兩點加在一起 我們認為說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回應 好 謝謝院長 講得很清楚 那我也請鄧部長跟夏主委先回去 那個法務部 部長 這一次發現高雄大寮的這個監獄事件 是不是覺得很可恥的一個事情 是我們非常非常的遺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為什麼造成這樣 很多很多因素 對啊 當初我一直跟你講說 這個監獄人滿為患 是 還好第一個 我那個外衣間的那個 辦法修改已經通過了對不對 是 謝謝委員去年六月 所以我不害害你們嘛 我提到案子 你們支持一定是對你們有幫助 可是現在外衣間增加了多少人 目前我們三個方向在進行 第一個就是在國防部一過來的巴德監獄 我們預定把它設計為巴德外衣監獄 那這樣可以收容五百名 那第二個就是台中監獄 我們準備設一個外衣分間 這個也可以增加一百到一百三十名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會把那個 武林外衣監獄 台東的武林外衣分間也擴大 把它的防設調整之後 所以一共這樣可以增加多少 可以八百五十幾 八百五十幾個人 這就是一個德政 現在我們外衣監獄已經通過了 結果沒有地方可以去 結果我們的政策 美好的政策 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我希望趕快 好不好 是我們積極的在推這個案子 院長 我常常下我的秘書 一天到晚收到很多的情書 什麼情書 都是受刑人寫給我的 寫的裡面都很有道理 我們今天犯錯 我們願意接受制裁 可是法律上規定有可以假釋的 為什麼不讓我們假釋 是 這些部分我們也在檢討 在短期刑比較沒有再犯的危險 對社會危害比較低的 我們都盡量要防範 對啊 我一直在院長 我已經講了多少遍 罪行比較輕的 年紀比較大的 再犯比例比較低的 那個部長我希望你趕快做好不好 好 第三個 產間合作 我們工廠找不到人 監獄又人滿為患 你那對警比較輕 不才可能犯罪的人 你去給他工作嘛 譬如我給他兩萬塊錢嘛 一萬塊給他自己嘛 一萬塊給政府嘛 是 這個我們很努力 而且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德政 然後你 他受刑完了以後 如果他想要回來這工廠 工廠一定歡迎 我找幾個工廠他都很願意接受 他找不到外勞啊 找不到台灣的人啊 院長應該也去過那個劇房嘛 對不對 觀音的劇房工廠 他八條線 現在只剩下三條線 沒有找不到人 勞委會幫他訓練 勞動部長幫他訓練沒有用 訓練了以後 來了不到一個月 全部又跑光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間合作 我拜託你一下好不好 好 再過來 院長 醫院部長為什麼下台 因為高鐵啊 對 高鐵為什麼 財務發生問題嘛 是 那個科市長 臺北市科市長最近上來 好 那個羅部長請回 所以我們就看 我請問一下 BOT有這麼可怕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BOT 也不見得一定要把它污名化 事實上BOT 從91年到103年 有1200多個案子 全部的簽約的金額 然後現在等於說 政府省了9000多 然後政府的收益6000多 最成功的例子是不是101大了 很多啦 所在都有啦 所以我想就是說 BOT 不要把它污名化 就跟說 當公務員不要說 這部分金紅皂白都說 我們是共犯結構 這我們非常不滿意了 我跟你講 第一的101真正的幕後催生者是誰 是不是委員啊 不是 是中央營養總裁彭懷南 你這功勞要給他 我讓全台灣人知道 真正101催生 如果不是彭懷南在中央營養推動 今天不可能有101這個大樓 好 再過來 金華酒店也是很成功的例子 然後萬方醫院 OT也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今天為什麼會產生台灣高鐵財務的問題 美和市一大堆的問題 台北商之心 連一個空口公司都可以得標 大巨蛋 然後松山延期超額利用也沒有分回給政府 中壢污水下水道 根本沒有實機的一個廠商也讓他進來 怎麼政府到底是這個 這主管機關到底是在幹什麼啊 為什麼我廖正錦跟彭懷南總裁弄的101弄的OT 萬方醫院這些都沒問題呢 我要跟院長報告 第一個 我們整個招標文件一定要徹底去改 譬如評分的標準 我簡單的講好了 我廖正錦懂財務 我怎麼懂工程呢 你叫我去評工程的我怎麼評呢 所以應該分組的來評分 我廖正錦財務的我就只評財務的 你是工程的你就評工程的 這樣子才會防止這個弊端 這樣你認同嗎 完全同意 第二個 財務很重要 對不對 你一定要規定資本能達到多少 負債比例不能超過多少 最重要的 你要跟銀行融資 你要經過銀行董事會通過的融資同意書 請問部長 院長我又把你找到院長 你看那銀行物流中心在桃園機場 當初我是委員之一 我說不行 一個銀行經理出記的同意書 不行 一定要銀行董事會通過的同意書 後來他補了 有沒有倒掉 沒有倒啊 所以我簡單的跟你具體的建議 一定將來招標文件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然後評審的小組一定要分開來 不能 我叫廖正希去評這家的工程我怎麼去評 工程的評工程的 財務的評財務的 這樣子 把它劃開也不會舞弊的事件 好不好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資料給你 我等一下事後把這些資料給你 謝謝 我這邊真審制度的一些怎麼樣的改進 我只是剛才把那重點提供給你 因為我怕時間不夠 好 再過來 我昨天已經在黨政平台這時候已經講了 我也希望你們 對台北市的部分 你剛才講了一句話我很支持 我們也不能污衊我們的公務人員 對不對 有就辦 沒有就要還給他清白 現在天天在那裡吵 對不對 民嘴天天吵 沒有事情好像有事情一樣 所以我拜託你 趕快指示法務部 就介入調查 不要給他去搞了一年還搞不出來 我們趕快調查 有 我們馬來立刻偵辦 就像美和事 我是覺得美和事問題很大 所以為什麼監察委員被我們 那兩個監察委員被我們 不予給他通過就是這樣 但是其他的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大大的問題 只是你招標文件當初沒有跟你講 所以我當初有拜託部 那罗部長 趕快去組一個團隊去調查 有沒有 趕快做一個了結 不要這樣偷偷拉拉的 讓我們險情惡化 院長可以嗎 可以 可以吼 好 最後 院長 我是看好你最後一半 我希望 我們賽跑 我們已經第三棒到後人家了 我希望第四棒你把它 請賴委員鄭昌質詢 尋找時間三十分鐘 請別的 我希望 谢谢大家